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四人都获判缓刑 日热光则被判罚300万元 本案去年爆发 当时引起社会相当大的舆论踏伐 但逸选的结果 五名被告不是无罪 就是获得缓刑 算是获得侵判 魏玄前董事长温英冲 因为黑刑有案 上周五被彰化定院裁定手押禁件 日市街上午九点 首度到看守所探视温英冲 但对于是否要提抗告 还有借户就医 律师表示还要跟万英冲 讨论后再决定 先给卫先生看过我们的 看告状再决定 因为涉及侦查不公开 所以我不便说明 那我们今天有带行 比如说家属的事 要转交的东西吗 家属有请于律师转交 几本书 什么书 就跟活教有关的 台北市教育局上周 停止供应了味全乳品 影响南港围商区一万九千名国小拳头 重新招标后改邮光泉供应 教育局长林一怀上午也前往国小视察 了解乳品恢复供应的状况 台北市教育局在10月10号就率先的宣布 铁金集团的所有产品推出校园 经过很快的招标程序之后 今天就由新的厂商来取代 那就恢复正常的供应 那我们学校总共有450位学生 参加如品计划 那整个文山区跟南港区受到影响的 是总共有市立私立跟国地学校加起来 有31所 然后有总共影响到750班 学生人数是一万九千377位 那在这个礼拜都会恢复正常 小朋友都很开心 因为上星期一调度不及 没有鲜奶喝实在有点不习惯 台北市教育局一采购法紧急作业 最后是光泉得标 最后终于让文山区南港区 这31所国小的学生 今天都能顺利喝到鲜奶 顶星集团旗下顶星阵营油厂 因为黑行有事件遭到政府勒令停工 顶星也宣布退出油品市场 让许多员工相当担心未来何去何从 劳动部长陈雄文就表示 目前尚未接到顶星集团 申请大量解雇的计划 不过如果要大量解雇员工 他们检释了资方的资产 都是足够支付的 以上这节新闻重点 我是朱祁瑜 我们再会